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2日 秦刚上任已经十多天了 作为第11任中国驻美大使 刚刚是美国的副国卿谢尔曼 今天是见了秦刚 秦刚高兴坏了 上次天津官媒宣传的 这个战狼式的外交的口气 那都狂的不得了 但是刚刚催完牛皮 忽悠国内的老百姓 然后就屁点屁点来到美国上任 上任了以后你看到今天才见面 又乐得找不到北 你可见中共外交真是赌气外交 这样丢尽了脸 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让人看着特别的可笑 那么今天看到了希望之声的一篇快讯 美国副国卿在华府会见中共新任大使秦刚 给大家看看这是网上的最新的图片 你看两个人都戴着口罩 好像还是比较谦卑 秦刚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 1966年出生天津人 84年进入国防国际关系学院 学习88年毕业 毕业以后就分到了外交部 做秘书中文秘书 期间他曾在合纵国 合纵国际社担任中文秘书 92年到了外交部了 历任是西欧司隋远三密 驻美国大使馆三密 二密西欧二密副处长处长 驻英国大使参赞 05年接替张启月 出任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并在4月5号下午首次主持例行记者会 10年任中国驻美驻英大使 大使馆公使 11年外交部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15年1月2号任外交部李斌司司长 17年4月任外交部主管拉美地区事务和新闻 李斌工作的部长组理 并继续兼李斌司司长 一直在外交部 一步步往上盘升 18年 省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拉美地区事务和新闻 李斌工作 19年不再负责拉美地区事务了 该负责什么呢 由原副部长王超负责的欧洲地区事务 负责新闻李斌 2021年4月华尔街日报称 秦刚将被任命为信任驻美大使 28号上任 他这是第11任 总的来看秦刚算是从外表来看 还是长得比较潇洒 像一位外交官 上任之前据媒体报道 跑到上海一大会址去 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去了 其实就是为了显示一下对习近平忠诚 对不对 你看也是个马屁精 因为他历练 他担任外交官时间比较长 经历了好几届最高领导人 你想在胡温这个时代 那肯定他这个风格就有所变化了 是吧 中国就是这样 一党执政随得领导大 那听随的呗 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 他就可能有些变化了 这一次他来到美国担任大使 确实是有点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 那么这次这个8月12号下午和这谢尔曼这个见面 的确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 那么据这个谢尔曼表示 媒体披露双方讨论了在天津会谈当中关注的问题 谢尔曼当日发推 他在推特说的 他说今天呢 我欢迎中方任命的大使清刚到华盛顿特取来了 我利用我们的会议回顾了 我上个月向中方提出的问题 我们冷然致力于继续讨论 这说明他们讨论的时候还是没谈好 是吧 还得集体讨论 可能就停留在这个上次谈判这个内容了 分歧一件很多 那么在7月末 这个谢尔曼到天津和中共外长王怡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等高官进行了会谈 谢尔曼说 美方在会谈期间讨论了一系列关键关切的问题 包括什么呢 针对新疆地区穆斯林的反人类罪 这肯定是谈不拢了 对不对 中共不承认 中共在新疆搞的再教育营 他说是培训中心 不承认就是践踏人权 也不承认就是有种族灭绝的问题 种族灭绝和反人罪的大帽子 就是蓬佩奥川普那时候扣上来 那么现在拜登也没有给摘下来 证明他认同这个结论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谈不论是清刚和谢尔曼谈 还是上一次和王怡和谢峰谈都一样 统一不了思想 这是一个谈不拢 第二 对香港民主的镇压 以及中方向其他国家施压 这个也谈不拢 你看现在香港仍然在倒退 是吧 国安署也建设了 现在整个香港彻底的颠覆了 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凤凰卫斯任命的新的领导了 就完全变成了什么 这个中央电视台香港分台了 一个撒谎的阵地了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 舆论宣传的一个洗脑的一个工具 今天是公布了这个人员名单 那么这个问题也谈不拢 我们再看下面 和他在台海南中国海和东海的侵略行动 在这个问题谈 那更也谈不拢了 中共认为南中国海大部分的地区都是他的 声索 所权嘛 是吧 这个主权声索嘛 不理就菲律宾了 菲律宾虽然官司打赢了 但是也没理可讲啊 所以这个 这方面他们可能也贪崩了 你说那他和这个秦冈见面就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礼节性见一些嘛 给点面子吧 缓和缓和 那么 这篇文章讲说 美中官员举行华府会晤自己 两国关系 冷然处于僵局当中 双方的矛盾在各个领域都有增 有所增加 就不但没有缓和反倒增加了 在新疆香港台湾与东海等问题上优深 给大家看看这个推特 就是谢尔曼的推特 推特当中的这个英文的表述 我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这次为什么要见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 病毒溯源这个报告现在出来了 似乎是第一种 你为什么可能 现在不清楚啊 说文 这篇文章讲 周四亲中 亲共媒体南华早报报 报道引用中共社会院 美国事务一个专家 他他的话说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 和七月底抵达 华盛顿的中方大使 亲刚之间的会晤 将使两国有机会 在谢尔曼上个月访华的基础上 保持定期沟通 就是共同 搞这么个管 留这么一个管道 是吧 其实没有什么进展 在就任美国大使后 亲刚释放了缓和的信号 什么缓和信号 就他来了以后 又讲了一通话 祝贺美国总统拜登 在疫情防控 和振兴进行中 取得进展 还说 并对美国在东京奥运会上 表现表示祝贺等等 又开始忽悠了两下 但是你再忽悠 也无法冲淡上一次 王宜和谢封康 他们之前谈判 他们制造了紧张空气 对不对 你看人家到你家来了 你搞得那么没有礼貌 媒体抹黑谢尔曼 谢尔曼可能是也不知道 中文有这么一篇文章 疯狂被疯狂往登的 把谢尔曼称为银湖 你就想一想吧 秦刚还好意思 讲这番话 我觉得中共这些搞外交 领域这些官员的脸皮超厚 你想你不管空就舆论吗 因为中国的舆论和美国不一样 美国你随便讲 你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控制的 那你为什么当时允许这个舆论阵地 发表这样的 就侮辱人格的这个消息 现在就跑到人家来 释放什么 送一个橄榄枝怎么回事 内部好像十分的混乱 估计也是内部派系斗争 或许是李克强是很不高兴 我估计李克强肯定对习近平这个赌气外交 很有意见 很不敢感冒了是吧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是 秦刚还祝贺两个国家潜在的合作领域 包括生产电动汽车等等 这都白扯了是吧 就看溯源报告是什么内容吧 如果是前一种啊 好像这个还是可以再谈一谈啊 问题是习近平连前一种也不承认 习近平认为全世界人民都会感谢习近平 搞出这么一个病毒 这个给全世界提供 各个国家都提供了防疫的丰富的经验 在历史上应该记载一笔啊 你就想一想 他是多么的霸道 多么的这个不自量力 你想在他主导下 这个外交官怎么干 你说是不是 当然秦刚也是一个跑腿的啊 他也个人也不可能有什么任何的这个承接呢 我估计他和希尔曼这次这个交谈很可能就是礼节性的吧 人家也就来了十多天了 天天打电话 见见我吧 见见我吧 这个希尔曼这个汇报了 拜登一看 这个总部建议不好吧 对不对 如果美国真是要有个善意的回应 就是美国应该拍一个驻中国的大使啊 这个过去 再去外交就对等了 但现在还是不对的 我认为卡克就卡在什么 溯源报告上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下期再见